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韩国的时候 周杰雄的人气可以说是超高了 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就被票选为颜值最高的选手 最后顺利地成功出道 组成女团IOI 在韩国的娱乐市场竞争的那么激烈的情况下 周杰雄的人气依然不错 知名度很高 在IOI解散后 周杰雄也回归了原祖和Presting 无赖的是Presting的人气比较低迷 比起IOI的热度来说 差的不只是一星半点 所以周杰雄的人气也是不如之前那么高 然而 女团安Presting在出道两年后就解散了 成员仅仅活动了一年的时间 就开始实行放养政策 公司采取的态度则是置之不理 解散后 除了周杰雄和两名成员留在公司外 其余的成员都被公司狠心抛弃 许多在公司练习了好多年的成员 只能白白地付出青春和汗水 这样Presting的粉丝们都非常伤心 在回国发展后 周杰雄的资源倒是一天比一天好 据悉 周杰雄从2019年9月份 通过邮件向公司发送单方面解除合约后 就开始在中国非常活跃的活动中 不断地违反公司合约 并且回避了公司职员们的任何联系 对此Predis Farm表示 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法律应对 提出了旅行专属合同和损害赔偿的请求 周杰雄13岁就进入了Predis公司 成为猎袭生 在刻苦训练了5年后 2016年参加大热选秀节目Predis 101 凭借着超高颜值和不俗的舞台实力 成功以第六名的成绩出道 作为限定女团IY的成员活动 在韩国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为期一年的时间结束后 又以公司推出的女团Presting重新出道 综艺和影视多期发展 比起在韩国时候只能做娱乐圈地位低下的爱豆 在中国的发展确实是要好很多 而且韩国的偶像也是众所周知的收入不是很高 所以周杰雄选择回国发展也是很有想法的 不过回国之后周杰雄却在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突然被两家起诉 据了解周杰雄在回国之后 合约仍然在韩国的Predis 中国这边则是一家名为新菜盛世的公司 所属公司表示周杰雄在2019年9月后 单方面的活跃在影视综艺等等领域 但并没有通过公司违反了契约精神 而周杰雄也是突然向公司提出了解约的决定 让所属公司不得不通过法律的手段去解决 在Predis决定起诉后 网友们也是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比起粉丝们支持周杰雄维权的态度不同 网友们可是相当的嘴下不流行 网友们一致认为 周杰雄这种红了就跑路的行为 非常的没有契约精神 红了就回国捞金 或让韩方认为中国的恋新生没有信用 而粉丝们则是持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韩国公司曾经表明支持周杰雄的中国工作 五项恋新生大唐女法医有匪 等等一系列资源都是公司的 但粉丝们认为公司对于周杰雄的一些黑稿 没有理会不作为 不得不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在韩武功人员 开始回国发展了 因为曾经从XO跑路的吴亦凡 陆寒黄子涛当年擅自脱离团队 回国发展导致了XO 缘起大伤 现在各大粉丝们对于这种跑路行为 可以说是深恶痛绝 而那时周杰雄就开始回国发展 通过偶像练习生的导师为起点 拓开了在中国的知名度 再加上长得漂亮又够努力 一时间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接下来电视剧综艺广告纷纷而至 出演了大唐女法医尤肥的热门电视剧 相信只要保持现在的趋势 周杰雄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所以说周杰雄这时离开公司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毕竟Platis是在韩国的公司 虽说在中国也有Platis的分布 辛残盛世 但跟其他国内的大公司相比 辛残盛世的资源肯定不算很好 对目前快速发展的周杰雄来说 如果还留在这个公司 只能自生自灭 所以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 跟前公司提出解约也是很合理的 对此周杰雄也在微博进行回应 他表示 合作过程中发生很多严重的问题 和对职业生涯发展的深思熟虑 所有的是非对错不想再做争辩 我能做的只有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 努力提升自我 为大家展现更好的作品 不辜负爱我和信任我的人 感谢公司从前对我的照顾 愿未来各自都能越来越好 虽说法律纠纷不可避免 但双方的意图都很明显 事情还是很好解决的 目前周杰雄去意已决 公司态度已很积极 Platis Farm表示 将已开放的心态与周杰雄恢复信任 达成圆满协议 迅速解决风筝 为早日展开演艺活动而努力 相信只要两方调节好 这件事情应该很快就会解决 这次的合约纠纷 又一次将周杰雄送上了方口浪尖 其实自从他回国发展以来 就曾多次受到网友的非议 其中最让吃瓜网友议论纷纷的是 他与王思聪的绯闻 有网友爆料周杰雄与王思聪同游日本 王思聪还叽叽周杰雄 爆料网友还拍到两人的逛街照 看起来似乎有理有据 而王思聪的专车被拔出到机场 接周杰雄之后 这件事似乎已经垂了 尽管粉丝们竭力辩解 但是网友们还是更相信 自己看到的东西 与王思聪的绯闻 让周杰雄饱受非议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王思聪最爱和网红谈恋爱 周杰雄是正经的女团出身 需要自甘堕落到成网红了吗 不止与王思聪的这一件事 周杰雄在综艺节目中 与男艺人的接触 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在《嗨室友》中 与有女朋友的胡宣旭 叫王国密 掐脸 拍胳膊 等亲密动作经常上演 与自己的学生陈丽龙 也是毫无距离 笑到在陈丽龙身上 穿着短裤用脚踢陈丽龙等 不太注意的动作 让网友认为太暧昧了 除了在综艺节目中 所受的非意外 周杰雄在赵丽与王一博 主演的影视剧《尤飞》 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周杰雄在剧中 饰演5月3号 但是被扒出 在剧组拍摄安排表上 周杰雄的戏份过多 而赵丽颖发微博 斥责剧组 仿佛更是坐实了 周杰雄家戏仪式 周杰雄是通过 《偶像练习生》这档综艺节目 打响了自己的回国发展之路 在《偶像练习生》中 他的表现 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再加上原本的路人员很不错 实力颜值在线 大家对他未来的发展 是非常看好的 之后周杰雄的不少活动 都开始在内地铺开 从综艺到影视剧 甚至一些大型的晚会 周杰雄的声音 留在很多人的脑海中 就像赵丽希那样 周杰雄所属经纪公司在韩国 但是也被允许在中国开展业务 还为此专门成立公司 只是谁也没想到 周杰雄这一次却忽然跑路 让原经纪公司是始料未及 在公司的声明中 周杰雄在内地的 偶像练习生大堂女法医 甚至是尤斐都是帮着周杰雄获得的 要知道 这三个被替出来的电视剧和综艺 确实极大的提升了 周杰雄的人气和热度 尤其是尤斐 这部作品合作的是赵丽颖 在当今古装剧中 能有收拾号赵丽 同时对观众也有吸引力 因此能参演这部剧是难得的 需要注意的是 也是尤斐 让人质疑当初赵丽颖公开内涵 有人家戏的那个演员 就是周杰雄 之后这件事到底是如何解决的 赵丽颖有没有咽下这口气 还不好说 但周杰雄也面对了 网上一大波几分暴雨 也是在那时候 对于周杰雄在尤斐中 究竟是怎样一个地位 也多有争论 不过很多人的想法是 在尤斐真正播出的时候 周杰雄会不会火之道了 但谁能想到 去年的9月份都提出了解约 半年时间过去 竟然还没沟通达成一致 看来周杰雄之后 是要面临漫长的官司了 这样一来 想火就显得十分艰难 因为并不是谁都有 有归国四子那样的实力 凭借自己就能创造出 一片新天地来 至少借尤斐走红 这一想法是不大可能实现了 但是他惹出的一系列 争议事件 几乎把他的路人员给摆光了 这次被Plydeus公司起诉 也让他饱受非议 希望周杰雄这次能够妥善处理 在经纪公司发出的声明中 透露的三个信息 格外引人注目 作为同事电视剧尤斐的主演 赵丽颖可能也将受到牵连 对于女性周杰雄 很多人都是从赵丽颖正在拍摄的电视剧尤斐所熟知 她在剧中扮演周匪的表妹李妍 戏份不少 之前她在韩国担任练习生 靠选秀节目出道 凭借清新可爱的外形迅速窜红 留给外界的印象 一直是个气质动人的女神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她 大有竞生演艺圈 当红小花旦的趋势 与收视女王赵丽颖合作拍摄尤斐 想不红都得被带红 而且尚在该剧的拍摄期时 周杰雄就常常与赵丽颖一起登上热搜话题榜 蹭了赵丽颖的人气获得不少关注 在经纪公司发出的这份声明中 可以获取三个信息 一是周杰雄之前与公司是单方面解约 就在当天公司还在为她的演艺 项目与剧组沟通 二是电视剧《游斐》中 周斐表妹的这个角色 是经纪公司为她争取来的 三是周杰雄在尚未与经纪公司解除合同前 其他与周杰雄开展演艺合作的公司 都可能会被她的经纪公司追责 首当其冲的就是她出演的电视剧《游斐》 经纪公司不太可能会终止周杰雄的拍摄 但在双方扯皮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会耽误拍摄进度 是否会影响拍戏时的状态 这对电视剧的质量都有影响 加上将近两个月的停工 这部剧何时拍完又何时播出 都是个未知数 要知道游斐是赵丽颖产后付出的第一部电视剧 无数观众都在期待赵丽颖当妈后的状态 粉丝也都期望着赵丽颖重拾收视女王的桂冠 而赵丽颖本人也自信满满 从曝光的花絮照中 就能发现她的状态不错 可如今却碰上了 搭档周杰雄与经纪公司解约风波 新剧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收视女王的称号能否捍卫 这都让人不免产生担忧 什么轻胃不免产生担忧 本人不免产生担忧 这都让我几个项